近日,三毛的扮演者孟知超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,将小时候和现在的照片做对比,引发热议,只见小时候的孟知超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,撸着嘴巴惹人怜爱,是大家记忆中三毛的样子,如今34岁的他,眉眼都长开了,皮肤白皙,眼睛又大又亮,外表帅气,在他晒出的早年巨照中,有和张卫健的合影,孟知超身材壮硕,面目清秀帅气,动态发出后,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,不少网友称赞他如今长相帅气,还说像沈腾,张进 孟知超本人似乎也对自己的颜值很自信,他的个人社交平台上也晒出了不少日常动态,只不过当看到他自称过气同心,还是有些令人唏嘘,八岁时就出演三毛流浪气而被大家熟知的孟知超,一路走来也是十分不易,据他本人透露,在拍摄剧宝盆时,因为装发的失误,使得他的头皮秃了两块,爱漂亮的自己便跑去做外科手术,打了一百多针,但手术却失败了,后来他又跑去多次直发,事业也因此耽误,当他再次扮演起三毛时,却被宋丹丹告知要 向前看,不能永远都演三毛,现在的他虽然仍没有大火,但也有新细拍,希望孟知超的未来一切顺利,事业越来越好